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伍玉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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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五甘露啊? 在密教讲的五甘露 很得底 非常的脏 但事实上也是一种结晶 是你身体上的一种结晶 什么结晶呢? 五种甘露 第一个是尿 尿就是甘露啊 第二种 米田共 米田共 它是你身体上的甘露啊 米田共 尿 再来呢 你的血 你身上的血 再来呢 你的鼻涕 你的鼻涕 醒出来的鼻涕 这是五甘露 再来呢 这是唾液 你嘴上流出来的唾液 这个是五甘露 密教的食指五甘露 就是你身体上的东西五甘露 你听来说 噢 so dirty 怎么搞的 这个是甘露 我告诉你喔 你真正的修行有了成就 就把这五种身上最脏的东西 就变成最清净的东西 所以我们称为小香 就是尿 大香 就是米田共 小香跟大香 另外还有血液 你身上的血 口中的唾液 还有你的鼻涕 其实 这些东西 转化成为清净的九戒 清净的九个戒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你把它变成清净 我们人体本身就很脏的 你把它变成清净 什么是甘露 很简单 告诉你 你人体上如果没有甘露 你就完了 可以讲就是你身体的所有的昏迷物 都是甘露 你身体所有的修行出来的 分泌物都是甘露 因为你灼火软向生起来了 灼火生起来了 它烧遍全身 把不净的东西都变成清净了 那个是内护魔 跟外护魔不一样的 外护魔是做火供 你内护魔是你自己身体的火供 身体火供生起来的话 你身体就非常的光彩 而且会出现的光 出现了很多的光 其实你要把九戒 你身体的九戒 全部供养给佛菩萨 这听起来好像很恶心 这五种甘露用一个网工装起来 又有尿 又有大便 又有鼻涕 又有血 又有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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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蛙公的供养是最珍贵的 最珍贵的五甘露 你看那个空行母 他手上不是拿着嘎巴拉吗 嘎巴拉吗 那个手上拿的嘎巴拉里面 装的全部都是五甘露 那个就是给佛菩萨吃的五甘露 但是人的本身的五甘露 是很脏的很得地 当你修行成就以后 这种五种甘露全部化为光明 就变成五甘露 再加上你身上的气 我们密教的三宝 就是气 脉 跟明典 明典是什么 就是五甘露 这个天庭水 天行水 左火升起来是为了这个天庭水下降 随否互相融结 互相结合 变成清净 把你的五轮打开 把你的气通到所有的气脉里面 这样子密教室的修行方法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很少人公开讲 很少人知道的 就会成的 我们会在一起 有时候